亚尔哈山与恶队设计 让清军装成敌军前来救援库车 好骗库车城内敌军出城 没想到敌军根本没有上钩 难道是漏了破绽 还是清军中有内奸通风暴信 我们今天来分析 首先是露出破绽的可能性不大 这隔着好几里地 尘土飞扬地混在一起 敌军也没有望远镜什么的 应该是很难看清 顶多就是不确定 其次内奸的可行性也能够排除 且不说从事后看 清军内部也一直没有出现过内奸这一点 就从库车守军打开城门 骑兵就位这一点来看 就说明库车守军是迟疑的 拿不准来兵到底是不是援兵 是准备随时接应的 而如果清军内部有内奸通风暴信的话 库车的守军肯定就会知道这是演戏 只会坐在城头上看大戏 没必要 也不可能打开城门 还要观望 判断一下 那么敌军之所以不中计 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库车城内和后方的伊尔强等地 一直有联络渠道 互通讯息 雅尔哈善根本就没有独死库车城和外界的联系 所以敌军在没有借到援兵来救的消息下 看到所谓的救兵前来就很疑惑 打开城门观望判断 而这一点 在后来敌军真正来源的时候 也得到了证实 当真正的援兵救援库车时 库车城内的敌军是立即出城呼应 说明库车城内和大本营的联系一直都是畅通的 所以说雅尔哈善围城围了这么久 却连敌人的联络线都掐不断 这主帅当的也真是一塌糊涂 诱敌出城的计谋失败 雅尔哈善也没有好主意 只得让额敏合着再写了一封劝详信 从城外射进去 当然也是泥牛入海 毫无回应 要说这个恶对还是个明白人 捡右敌出城的计谋失败 那么当务之急 还是要认真防范小河着火急站来救库车 所以恶对编对雅尔哈善说 现在库车城的首将 是小河着火急站的心腹阿卜都科勒木 投城这事就别指望了 城内就算有人想投降 在他的控制下也不可能响应 而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断绝了城内的水源 敌人必定告急 因此当务之急在库车城通往外部的道路上 加大兵力部署 来个围点打员 要说库车毕竟一直是恶对的地盘 所以对库车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恶对说 库车城往外主要有三条道路 一条是东南方向咱们来的路 所以问题不大 再说这条路 咱们一路上都有军营和卡轮 卡轮就是满雨 台站的意思 也就是今天的哨所 一个卡轮少者几人 多者几十人 因此 主要应该控制的是两条路 一个是城北通向赛里木的道路 这条道路上有高山阻隔 但是山上有两个爱口 一个叫沙勒达朗 另一个叫厄斯克伯什 可以通过 因此只要用石块将两个爱口封死 就可以阻断 而那里还有个山权 因此可以再派进一支军队助手 另一个是城西通往沙雅尔的道路 沙雅尔 就是今天的沙雅县 位置在库车西南方向 这条路六十里外 沙雅尔城北有条河 叫厄根河 水大的时候可以行船 在这里 应该设立瞭望塔 防止敌军来源 厄根河 就是今天的魏干河 属于塔里木河的支流 听了厄队的建议 雅尔哈善立即下令 加强这两条路的部署 五月二十日 也就是诱骗库车守军 失败后两天 清军正在封死城 北山中的爱口时 忽然就在沙勒达朗爱口 附近的山中 冲出了百余人的骑兵 正是从塞里木方向赶来的敌军 当时的清军是八十人 人数上倒差不了太多 因此按照雅尔哈善的战报 使官兵枪势进发 伤贼数十人 向西败走 向西阿克苏等处侦察之贼 也就是怀疑这支小谷部队 是大小合着派来侦察的 到了五月二十三日 清军在城东北 又发现敌军二百多人的队伍 当时是四谷时分 也就是晚上四更 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一点到三点 清军躲在攻势后 也是一顿放枪 据雅尔哈善汇报时 追至城下 贼人坠马 受伤者甚重 击杀贼无失于人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雅尔哈善是怎么派兵守道路关卡的 二百多人的队伍 骑着马晚上偷偷过来 到了城下才发现 乾隆街道战报很不满意 怎么 遭遇了这两股敌军 伤贼数十人 受伤者甚重 既杀贼五十余人就完了 俘虏呢 为什么一个活口也没有 因此乾隆问雅尔哈善 你说你杀了 伤了这么多敌军 怎么连一两个活的都没抓住 抓活口进行审讯 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 乾隆对雅尔哈善的这个 杀敌 伤敌情况根本是怀疑的 但是雅尔哈善也不可能完全是撒谎 胡编乱造爆军功 因为清军里又不只是雅尔哈善一个将领 按照清朝的制度 围攻库车的军中四十一个将领 是为什么的 很多人都可以直接给乾隆递折子 直达天宾 像凭空编造军功很快就会被戳穿 完全就是找死 但雅尔哈善夸大战果是有可能的 因此很可能是清军根本没打死打伤几个敌军 所以也没抓住一个活口 这样到了六月十五日 围困库车的清军终于在库车东面的雅哈托河奈 也就是今天的雅哈镇 迎来了大小合着派来救援的大军 率军来救库车的 正是驻守在阿克苏附近乌斯哈亚的 库车首将阿卜都克勒木之地 阿卜都哈里克 前面雅尔哈善已经按照恶队的建议 分别在库车城西 城北两条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但是雅哈托河奈的位置是在库车的东面 是清军来世的路 这条路上 实际上早就有了清军的卡伦和军营 负责守卫的是一个兰陵侍卫 叫达克塔纳 清军是首先在托河奈西南 一个叫托穆尔罗克的地方 发现了阿卜都哈里克的前哨部队 接到报告后 达克塔纳率180名率骑兵营敌 阿卜都哈里克是来了三千多人马 所以一看清军才一百多人 立即就派了四五百人 分为两路直扑清军而来 达克塔纳一看敌军攻过来了 是边打边退 这样敌军就一直追到雅哈托河奈 这时候清军主力突然就出现在了敌军的面前 此时阿卜都哈里克的部队 也已经全部追到了雅哈托河奈 越过了戈壁滩上的一条长沟 见清兵大军出现 便以沟边的土丘为依托 就地驻扎 与清军对峙 清军是多少人呢 是两千四百多人 两边的人数差不多 阿卜都哈里克那边还略占优势 清军以律骑兵 回为乌尔 兵居中 满洲兵 索伦兵 蒙古兵分为两亿 上午十点左右 清军开始发动攻击 阿卜都哈里克的军队 则依托沟边的土丘营战 清军之所以让满洲兵 索伦兵和蒙古兵为两亿 就是因为这些兵 要比汉人组成的绿骑兵 和维吾尔人组成的回兵能打 更关键的一点是 满洲 索伦 蒙古兵 非常擅长分割包围 因此在绿骑兵 回兵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时候 满洲 索伦 蒙古兵便从两面合围 阿卜都哈里克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已经被清军给围在了中间 是四面胡躁 发射放枪 合围攻击 野战与攻城自然是有区别的 而满人 索伦人 蒙古人等 本身就擅长野战 又刚刚和准戈尔人打野战 打了那么些年 所以野战起来是得心应手 一下便将阿卜都哈里克的部队打得窥捕成军 阿卜都哈里克的部队被河北后顿时是大乱 全部拥挤在沟中 士气全无 这都给逼到沟里去了 基本上胜负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人家是居高临下的放枪射箭 你乱哄哄的被压缩在沟里 那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清军在库车城外憋了这么些天 今天终于遇到了个痛快机会 因此是放开了网沟里打 奋勇射击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 战斗结束 阿卜都哈里克是全军覆没 只带了一二十人 负伤逃脱三千多人的队伍 被清军打死两千四百余人 其余背负 而清军方面则只是阵亡数人 负伤的也没几个 清军完胜 这场战役清军同时缴获麻痹一千多匹 甚至连阿卜都哈里克的坐骑 也被缴获了 当然被打伤的马也有一千多匹 可以吃马肉了 另外清军还缴获了骆驼 鸟枪等大量战力品 清军通过审问俘虏 这才得知了这支援军的主帅 是阿卜都哈里克 但更重要的线索是 清军从俘虏口中得知了 小河卓将要来援库车的消息 于是赶紧将情况上报 亚哈托河奈之战 是清军平定大小合着的第一次打结 所以乾隆是非常高兴 战报的奏折递到北京的时候已是深夜 乾隆都已经睡了 一听库车有战报过来 是立刻披着衣服 起床月看 心情大好 乾隆因此还专门写了首诗 来纪念亚哈托河奈之战 说 是为征回第一战 随刀天又为荒霞 就是说这是征伐回步的第一战 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威震偏远之地 注意诗中的这个刀子不是唠叨的意思 而是应该念作韬 意思是得到某种恩惠 在诗中 乾隆还专门给恶队写了两笔 说 就祥伯克为我用 其名恶队显之家 被之笔中之刑事 西高江陈访周遮 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 以前回步的伯克 现在为我大清所用 他的名字叫恶队 被我封为三只大臣 他熟悉当地情况 尽心尽力地告知 使我军防卫严密 乾隆的诗当然写得不怎么地 但是酷爱创作 以生写了四万多首诗 一个人和流传下来的 全堂诗数量不相上下 从乾隆的写诗数量上 再一次说明 一个牛掰领导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才能精力旺盛 事实操心 还可以时不时耍耍文艺法 虽然说乾隆诗写得不怎么地 但是写得多 大诗小诗都爱写 对今天我们来说 倒也是一件好诗 基本上看乾隆的诗 就能从他的诗中 看出一部大事记来 那么现在 乾隆对恶对事 不再存有疑虑了 下指说 伯克恶对 熟悉要爱 欲筹防范 赏银一百两 现在有功课之回城 即受为伯克 就是说 除了赏银一百两之外 现在只要是攻下了一座城 就正是任命恶对 为一城的伯克 同时乾隆给雅尔哈善 俄敏何卓 玉素甫 哈宁阿 顺德纳 艾隆阿等 前方将领 格赏玉用荷包一个 所谓运用荷包 就是一种荣誉象征 类似于嘉奖 而那个诱敌深入的蓝铃 侍卫达克塔纳 则直接跳一级 提拔为二等 侍卫等等 当然乾隆依然不忘 进一步指示工作 说 既然现在已经得知 小和卓要来救援 你们可以趁着 伊尔枪等地空虚 奋兵进攻伊尔枪 你们和赵慧 联系了没有 他是已经准备 进入南疆了 还是继续在伊犁 不过乾隆不知道的是 他在北京还没有看到 雅哈托和奈作报的时候 小和卓就已经率军 抵达了库车城外 事实上 6月15日 也就是托和奈之战当天 小和卓就已经从 库车以西德的沙雅县境内 抵达巨库车 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把双方交战的 情况捋一下 乾隆23年5月初期 雅尔哈善等率清军 抵达库车 顺德勒派 原库尔勒伯克 托克托等三人 递交招向文书 被对方所俘获 5月18日 按照恶队建议 清军伪装成大小合着的援兵 打算诱骗库车守军出城 失败 5月20日 清军在封锁路口时 在城北方向 沙勒达朗爱口 发现小谷敌军侦察部队 将其击溃 5月23日 清军在库车城东北 发现小谷敌军 交战后 部分敌军逃入库车城内 6月15日 阿卜都哈利克率 3000余人救援库车 在雅哈托河奈 被清军全舰 阿卜都哈利克带 一二十人败逃 6月16日 小合着 清帅3000余人 出现在库车一席 也就是说 清军从5月初期开始围困库车 13天后 小合着便派来小谷部队 刺坛情况 随即决定率大军救援 在库车城被围一个月零八天后到来 而这一次 小合着火急战也是下定决心 要解库车之危 一方面让驻守阿克苏附近的阿卜都哈利克率3000人马 从阿克苏附近的乌斯哈亚出发 救援库车 一方面自己携带手下的十几个伯克 狙击各成人马 也凑够了3000人马 由阿克苏进川戈壁 从沙亚尔方向救援库车 总共是6000兵马 共同杀奔库车 但阿卜都哈利克 大约是救自己的哥哥心切 也或者小合着路上有了耽搁 总之是阿卜都哈利克这一路 提前出现在了清军的面前 被清军全舰 而小合着到达库车附近时 也遇到了败逃的阿卜都哈利克 这时候 阿卜都哈利克身边跟随着的人数 已经从亚尔哈善汇报的一二十人 变成了三十余人 大约是沿途又收拢了几个残兵 小合着手下的伯克们一看 阿卜都哈利克带的3000人马 就这么一下子被清军干了个精光 顿时部分人就打起了退堂鼓 看这架势 清军不是吃素的呀 因此就劝小合着放弃前进 撤回阿克苏 但小合着执意不听 派人侦察库车城 得知库车城依然未破后 决定继续按照原计划解库车之为 六月十六日天刚亮 库车城外的清军在瞭望塔上 就远远发现离城市里外有多处敌人援军 雅尔哈善立即命令手下分部迎击 雅尔哈善则在城外的一处高地上观望战况 只见双方队伍一接触 顿时就笼罩在了一片尘土之中打成了一片 而清军很快就将敌军切割成了多段 战场也因此分成了多块 就在双方还在十里外激战的时候 库车城西门却忽然打开了 从城内冲出数百敌军 接应前来救援的敌军 雅尔哈善立刻率领部分军队迎战 而一支前来救援的敌军 此时也冲到了城下 将清军前后夹击 清军则继续运用分割包围的战术 反将敌军切割成了三结 混战中 小合卓左肩也中了一剑 不过清军当时并不知道 这支援军是小合卓亲自率队的 当时在场的人中也没人认识他 所以这一剑 大概也就是混战中飞过来了一支 正好射中了他 战斗从早上七点左右 持续到九点左右 小合卓一方军队开始溃败 大体上溃败成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人数最多 大约有千余人往西南方向败退 但这一部分也是被清军分割成了几块 因此这一千多人不是一起西南方向逃跑 而是分成了几股败退 清军也因此几路追击 一直追了六十余里 最后都给追到了未干河畔 敌军慌乱中渡水 在清军追击下纷纷逆水而亡 而另一部分则有三百余人 往北逃往山口 亦被清军追上尽数歼灭 最后还有一部分是八百余人 在库车城内守军的接应下 拼死杀入了库车城中 这一战 清军总计杀死加上溃水而亡的敌军 一千六百余人 缴获大量驼 马 鸟枪等物资 那么在清点战力品势 清军这才知道 原来这次率队来救库车的 竟然是小河灼火急战 因为俄敏河灼在清点战力品时 发现了两面旗帜 与其他的旗帜都不一样 旗帜上书写的是古兰经的经文 俄敏河灼一见这两面旗帜 立即断定 这就是小河灼的旗帜 因为书写着古兰经经文的旗帜 只有大小河灼能用 但是清军将敌军的尸体 扒了过来 扒了过去 也没有发现小河灼 这就可以肯定祸急战没有战死 那么小河灼跑哪儿去了呢 因此亚尔哈善等人 立即提审被俘的俘虏 询问敌军详细的情况 而审讯出来的重要消息 来自一个应急杀的伯克 叫多罗特马特 这个伯克被俘时 已经身负重伤 据多罗特马特交代 这次的确是小河灼率军前来 刘大河灼率2000人马 镇守喀什嘎尔 主要是防范布鲁特人 也就是吉尔基斯人 原因是小河灼曾劫掠过布鲁特人 导致双方反目 而大河灼也并不赞成 霍吉战于满清为敌 曾经劝阻过小河灼投降满清 但小河灼是坚决不同意 而且霍吉战手下的伯克们 也都纷纷支持霍吉战 表示要坚决战斗到底 对于霍吉战的下落 多罗特马特也不知道 但是他倒是的确看到 小河灼尖头上中的一件 到底伤得多重也不清楚 这位多罗特马特还交代 就在小河灼兵发酷车之后 忽然收到了大河灼派人 送来的一封信 信上说 听闻有一支清兵 正在从特末尔图纳尔 前往南疆 特末尔纳尔 正是今天的伊塞克湖 如果真有一支清兵 自伊塞克湖往南疆挺进的话 那自然就是赵辉的部队无疑 这个消息 对清兵来说 自然是非常振奋 如果赵辉能从伊塞克湖 直抵阿克苏 喀什嘎尔 那么大小河灼将会两面受敌 按照清军的规矩 一般抓到个敌方头目什么的 都会押送京城 但是审讯完这位多罗特马特 亚尔哈善一看 这位已经是奄奄一息 眼见着也活不了了 因此亚尔哈善下令 将多罗特马特就地正法 也算是给了个痛快 但是小河灼去哪儿了呢 清军将领们判断 小河灼既然没死 那么肯定是逃过了清军的坠机 逃往沙雅 阿克苏方向了 但是清军将领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河灼实际上 此时正在库车城中 祸及战正是随着那八百余人 一同逃入库车城内的 按照常理推断 库车城现在是一座被围困的死城了 已经被围了一个多月 粮草物资都难以围继 逃进城里 那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坐以待毙 而且你小河灼 还又带了八百残兵败将进去 那不更是雪上加霜吗 那么进入库车城内的小河灼 将如何面对清军的围困 亚尔哈善等人 又会不会得知小河灼就在库车城中 赵慧是否已经从北疆的伊塞克湖 向南疆挺进 清军是否能在库车勤货小河灼 比其功于一役呢 记得点赞关注哦